先生 公車總站 公車總站 光害跟噪音 好,我待會來回覆你 剛剛這個先生提到的是公車總站的噪音跟光害我們怎麼處理 還有沒有,我待會大概三四個問題再一塊來回答 來,小姐 請問一下,剛才那個報告人他有提到說分期 是 你們有把握最後第幾期的土地真的弄得到嗎? 你如果弄不到怎麼辦? 好,這個我們待會來做回答 今天我們處理長也在,土地的問題也可以來做一些討論 還有沒有,第三或第四個問題 來 來 有沒有 這位小姐 來 我想知道說,如果第一期是一定拿得到嗎? 好,這是第二、第三期 那如果第二期拿不到的話是怎樣改變? 那第三期拿不到又怎樣? 是不是有一個不同的方案出來? 好 就是說,如果只有第二期,第二期會只有一期 好,希望要怎樣 還有,來,這位先生 各位相信大家好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 請你們解報以後我發現好像 南區這一邊你們是要用一個限制性的手法 來處理人跟動物之間的干擾 好,那你們的限制性的方法到底是針對人的限制 還是說提供用生態的方法來提供一個限制性的環境 如果說是用限制人的方法 我想也拜託你們能夠注意到 你當你生態多樣性的時候 基本上,人跟動物之間的干擾 不只是動物受到干擾,人也會受到干擾 那這種東西你們怎麼去保護呢? 或者是說你們可以透過生態性的手法 去把你的樹林拉高 或把你的地勢拉高 把光害的環境 隔絕在你的生態環境之外 那這方面的方式你們有沒有考慮過? 以上,謝謝 還有沒有哪位先進 哪位先進還有沒有 那我先停在這邊 這三個問題我們試著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 我覺得剛剛這位先生很敏感 提到公車力快 電腦,裡面插電 然後把平面調到那個大平面上面來 公車這樣子的干擾跟光害 我們其實在開始做設計調查 機器調查的時候覺得影響是最大 其實很多生態學者也覺得這塊 大概是以後最大的干擾來源 這邊是腫原來源 但是它的負面影響干擾來源大概這一塊 那目前我們現在用兩個方法來做處理 一個就是說,在聲音的部分 我們這裡其實本來就是在泳村高中這邊 跟公車站有一排整個的圍牆 那圍牆現在大概都有2米5的高度 那圍牆以上大概就樹冠層了 所以我們現在這裡就希望說 這些圍牆我們就不要拆 讓它整個聲音跟光害 可以因為圍牆跟樹冠層的關係可以擋住 第二個部分這裡其實我們在 因為這裡跟下去的落差非常大 所以因為這裡的落差 我們增加了很多植栽 讓這個山坡地的穩定度更好 來再做第二層的保護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其實在消極面 我們先把這地方的照顧度照顧好 那未來我們當然最大的期望是 公車站的這個站體 應該可以讓它是更友善化 友善化不是搬走了 而是說像它的空氣 那個排煙的狀況可以處理 然後或是說它的整個鋪面 以後也可以做整理 那現在有新的做法 就是鋪面不見得一定是 柏油鋪面 或是柏油也有透學的 都有比較更友善的做法 它現在還有一個是 空氣品質其實是比較差的 就是說因為公車站這件事情 所以它排煙的空氣品質是不好 這部分希望以後也可以做一些 可以改善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提出一些建議 讓未來假如跨局部討論公車處這邊 可以有些更好的 以後假如有一個世代來臨 年輕世代來臨 搞不好這些公車都變成電動公車的話 那其實對這裡的做法也會不一樣 現在桃園其實已經有 我常常也去討論他們有三輛公車是電動的 所以從火車站到現正 這樣來來回回跑 其實效果也非常好 那所以我們積極的面向就是 這裡希望可以有些更好的改善 那比較現在我們目前可以自己做的就是 把這樣的一個環境先處理起來 這是剛剛公車這個部分的一個想法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比較棘手 那個土地的那一章 那一章我們現在跟處理院的討論 也是現實面來看的話 我們當然要分歧 那很確定的我們市政委的土地 我們自己先做 所以剛剛我們報告過了 假如今天大家的意見都比較已經有共識了 明年就開始會執行第一期 就是五百萬 用這個範圍來做 這個土地全數 放到土地全數那一章 就知道說 這個其實都是市政委的土地 那非市政委的土地非常少 那這個要處理起來比較單純 這一塊我們現在應該是可以先處理 就第一期的五百萬 那第二期的部分 我們比較能夠control 因為它雖然不是市府土地 但是它是公有土地 一起禁戶的 就是中央政府的土地 所以它的土地的最大問題就是 無償撥用或是有償撥用 無償撥用就是 中央把土地撥給市政府來使用 不用花錢 這樣我們馬上就可以進行工程 那目前的消息是 市政府跟他們的溝通是有償撥用 有償撥用就是要花錢 那花錢就是市政府要跟中央 大概要花二十億到三十億錢 要跟他們買土地 那這個其實這錢都是人民的嘛 不管是在市政府或是在中央的 那主人說 那這錢就是攏關的 這個要做什麼 那也許就有解套這個可以做 所以這個還算樂觀說 我們可以爭取這一塊來一起做 所以二期雖然也是中央土地 占了一部分一半左右 但是這個可以經過更有耐心的協調 看看可以拿到這個土地 所以我們對一二期的部分 是比較能夠完整性做力 所以剛剛這個小姐問說 假如說只有拿到二期 那不是是你 做起來怎麼樣 所以我們這設計其實是 一二期的部分能做比較完整的 這個概念上是可以獨立操作 我們放到平面圖就知道說 在一二期的這樣的一個平面概念上 設計圖 套到土地上面來看的話 其實一二期中間這一塊土地 二三期這塊土地 剛好是犀流的土地 那第二個是這裡剛好有一群樹 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那群樹剛好是在犀流的土地上面 那因為犀流土地在上面 這一塊我們假如不能做 這一個我們二三期 一二期其實可以完整把這塊做起來 這個是起碼可以把我們這個 整個濕地的環境完成大概百分之八十左右 那犀流這塊沒有做 那缺點就是 這一塊還是可以爭取 把它做起來就是服務導覽站 那幣區這裡就是保留現況的話 就把這個現況 還是是犀流土地 留著現況現在的概念 我們就必須要有這樣的入口 再串過來 有另外一個入口 進到第二期這個範圍 所以這一塊雖然是私有的 但是連結性看起來還是可以 所以分區來做 除了私有這塊做不到以外 完整還算可以 還算可以把我們的私立 私立的百分之理想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可以做得到 但是現在的時間走就是 二期的我們還是面臨的一個困擾 就是中央土地的部分 還真的在寫想當中 這個部分就 設計單位大概沒有辦法做什麼 可以貢獻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假如真的 今天大家朋友都來了 為了這個私立有一些 這麼積極面向 我們要讓中央讓市政府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也開始在集結 所謂的永春平私立的盟友 讓我們這個團體可以越來越大 能夠有在地的更多力量 跟政府講說這塊地 你雖然是中央的土地 但是其實都應該一起來做為私立的使用 他們也不反對做私立 只是說他要撥用 有場撥用 有場撥用的部分 在工友跟工友之間 是要用協商跟洽產去做處理 這是大概目前我們對土地上面的看法 好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我用這平面圖來解釋一下 或是用動線那張好不好 動線那張 這位先進剛剛提到說 我們藍區這邊是比較是限制性的路 沒有錯 就是用生態的概念來做 那這樣的一個系統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有幾個圖例 這個圖例是很 這個明顯就是道路 就是 不管是木座或是說高架型的道路 這就是民眾從進來 那一路上走 從這邊進來也可以一直走 走到這邊 還有這裡有一些小的 那這個都是我們 開放性民眾 一般人都可以使用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虛線型的 虛線型就是圍管型的 圍管型就是有時候要去 像要 自工或是維護人員 要進去做的這些空間 使用的動線 那所以這個地方是 有些管制是不能進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比較是圍管型的 那剛剛這位先進問的是 我們是用生態的方法 來處理人跟動物的關係 還是我們用人限制性的 目前我們是兩個方向病情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一些生態專家的顧問 也顧慮到這些事情 所以譬如說 我們剛用植栽的種類 來剛剛我們會控制 是哪些區域的那個 生態系統跟棲地的概念 可以有什麼樣的 照顧的動物可以出現 第一個部分 我們是不鼓勵說 所有的民眾都進到這一區來 所以我們鼓勵是自工進來 那自工 我們相信 今天我們其實外面有自工的 你假如願意當自工 就可以先報名 我們開始希望培訓自工 為什麼要培訓自工 就是讓自工也知道 未來的圍管有哪些事情 那這個就是 包括剛剛說的 動物跟人的關係 那假如這些 整個我們所呼籲出來的動物 對一些量超過了 那變成是對人的影響 像現在 有些假如說 很大的那個 除了我們很珍貴的樹外 有很大的青蛙 或是晚上噼哩啪 一直交 那是交響樂的話 這邊其實還是有些住戶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 在這個處理上面 我們當然就會跟專家 跟自工愉快來討論 那在空間的設計上面 剛剛說生態設計 其實我們就把這個地方 再拉到平面圖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很厚的赤森林 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那個 植栽的厚度就會非常寬 甚至可以 這邊 甚至這邊赤森林 跟這個河道中間 這個距離都相近 將近40公尺左右 所以 這個假如生態性的感覺 會影響到這邊的機會 也是比較少 因為它有一層 兩層 三層的植被 甚至已經到了五層 的這個觀念 那這邊 厚度也是一樣 那這邊也有住戶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有這個厚度來做處理 讓它跟人的關係的距離 有所謂的緩衝區 把它圍起來 那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藉由這邊有一些 比較厚度的緩衝區 讓這些事情 可以不要有干擾的情況 所以我們希望是 剛剛有一個關鍵詞 就是人跟動物之間的平衡 那這平衡我們希望是動態的 也就是說觀察每一年 建構的狀況 然後再做一些調整 讓人跟動物是真的 在這個生存裡面是平衡 所以我們除了這邊的道路以外 我們鼓勵 我們現在這樣建構出來 有一個環狀的步道 環狀步道 這樣繞一圈跑步 或是散步起來 其實整個運動量也非常夠 我相信今天碰到 有些小姐她說 其實她常常這樣走 這樣走進來 但是以後我們希望是可以繞起來 所以剛剛才說 這個道路上面 其實這個已經是 已經通的道路 這個道路我們把它上面的架構 把它建構起來 直接跟動物可以經由天空進來 那這邊的這個次要道路 這邊已經就沒有人在用了 沒有通過性的車 那這邊的話 就可以讓它變成生物通來 所以這邊我們希望說 那個停車狀況就可以做改變 所以甚至讓它變成更生態化 讓市售上的棲地 可以連接到這邊來 連這些上面我們把它連起來 不影響車子通 但是它的整個上空 是被我們用結構跟植栽 跟很多的那個棲地環境 把它連在一起 讓生物可以這樣 無憂無力的過來 不管是地上爬的 就是天上飛的都可以經過這樣進來 那這樣的數量 我們當然現在用半年的調查 有很多機會 但是數量一定要還是要有些觀察 才知道說什麼樣子會影響 我們未來的周邊的生活條件的一個干擾 這部分我們應該要 大概要經過一年兩年 甚至三年到四年的觀察 讓這些事情可以更平衡 更有動態平衡的結構 所以志工的概念就是 我們希望我們一直設計完 施工完 專業團隊還可以繼續關心這些事情 讓未來志工可以接手 還有一些任養單位 除了市政府的這個專業單位以外 我們現在積極的跟一些NGO團體 像荒野啦 或是生態學會跟千里步道等等 未來關心這些事情 都有更多互相交流跟專長的地方 讓這些事情可以很理想的一直hold住它 變成是一個非常好的市區示範性的施地 對人對動物都很好 這是大概我們現在目前的一些想法 看看有沒有回答了 不過可以再繼續討論 還有沒有 來 里長 送麥克風給我們 里長 處長還有我們經典團隊 還有我們各位鄉親 大家都喊 我是有一點 剛剛我們主持人員工解釋過了 會不會以及石頭山 會不會那個區塊 現在就是 我們就是把它變成整個連結在一起就對了 那個要 既有的道路 我們目前就不必再談了 剛剛我們有位學長就談到了 就是那個公社總站 公社總站 當初我也有提到說 那邊設一個 那個回轉道 我想利用這個時間 大家 里面 大家也都在 我們也比較好談 大家認為我在這個地方設一個 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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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轉道 大家有沒有意見 為什麼要設在這裡呢 因為這個 這個整個算是一個孤單型的 公社總站這個 馬路是比較大 那 到過去那邊呢 美的世界那邊的話 道路比較小 說你如果走大車的話 可能不方便 那如果有這麼美的一個 一個 藍圖在這裡 一個 一個成果在這裡 我相信 每個縣市嘛 或者是也有人 也會到我們這邊來參觀 那參觀呢 必須要有一個回轉道 那我只講 設計在這個角落 對這個角落 各位 不曉得有沒有 其他的意見 因為 因為 設計在這個地方是 比較適合啦 這點 我在這裡報告 各位 看看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意見 謝謝 好 我幫里長補充一下 他 現在里長 前陣子做得很好的一些事情 就像 永春高中學生上學的時候 放學完了 他真的是建議 家長車是往這邊走 然後可以繞出去 就不會有產生交通錯亂 跟那個擁擠的 這個做得非常好 那他未來希望說 這裡有個回轉道 就是 不管是小車大車 大個車以後 假如真的有很多 外地朋友 假如這個真的做好 外地朋友來參觀 機會應該是 非常非常明顯 可能會增加 所以從這裡 就回轉出去 就不要再進到 社區干擾 社區的交通的狀況 跟寧靜度 這是 在這裡做回轉到 里長建議的 這個方法 這個目的 今天我們沒有辦法 把這邊畫出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是 非大力工程處的業務 那我們透過大力工程處 再跟交管 再跟交通處 跟停管處等等 來做會合 會商 會堪等等 來做一些更細緻的討論 我現在要提出來的意思是 帶市民 邀請聽大家的意見 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那個花架很一樣 花架 那個高架 高架我不是提的做花架嗎 是是是 做那個紫層花架 各位有沒有什麼 其 第二個話題 我們為什麼那個地方設 那個紫層花架 這個也是我們全國裡面 也是我們手撞的 整個做一個一個花架 現在目前是一個 折陽板在那邊 把兩個人 那個馬路高架橋 分開來了 所以這點 我也請各位 能夠幫忙 大家稍微提提意見 我現在假如中了一下 就兩個意見 一個就是 回軟道 一個就是花架 這個請各位 大家稍微提一下 花架就是在談 現在目前兩邊 有隔音板的那個道路 有隔音板 那隔音板剛好在 大概是三腰間而已 我們要把隔音板 把它蓋起來 但是還是可以 光線進來 那蓋的這個結構 剛好可以爬紫層 我里長希望那裡 大概將近有 一百公尺左右 一百公尺 就是全台灣最長的紫層花筒 這也會變成是 太棒了 我們先從簡單的談 這個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其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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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建議 里長在這裡 好像已經把它當里民大會 在談 我這個已經爭取多年了 現在總一落空了 各位感謝各位支持 好 那有沒有其他 里民或是我們 戰地的朋友 或是我們今天的 朋友先進 有沒有對這個畫架 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還是大家都覺得 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那鼓掌好了 那怎麼辦呢 這個我們好像可以 可以設計 這是你們設計範圍之外 你們先設計吧 對對對 好 第二個問題 他希望我跟大家爭取 來處長 里長還有各位相親 我說明一下 因為剛才 這個 這條路是屬於計畫道路 剛才就設了這個 里長建議 那個是屬於計畫道路 那還是屬於我們新公處的全款畫面 沒錯 所以我們會在 大家的意見 我們都聽到了 那我們會再回去跟新公處商量這個事情 如果說他同意 那我想我們的工程來做沒有問題 我們的工程來做沒有問題 但是重點是主管機關要同意 這一點我們要回去徵詢 所以里長的建議 我要先這樣說明一下 抱歉 謝謝 謝謝 我再補充一下 剛才那個 土地的問題 就是 剛才劉老師有提到 那個二旗軍方土地的問題 其實軍方我們有去拜訪過軍方 他其實他蠻支持我們這個案子的 但是他有他的困難在 因為他這塊地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原來這塊地是 在原來的都市計畫是住宅區 在軍方搬走了以後 化為都市住宅區 所以軍方就把這個住宅區 化為他的那個 基金 銀改基金 他們有一個銀區改建基金的一個財產 就化進去他們的那個銀改基金 政府他們對基金的態度是說要自負盈虧 所以軍方有點困難 就是說如果我第五場提供給我們使用 那我銀改基金我沒有收入 到時候我要銀區改建我就沒有錢了 所以目前這個案子對軍方來講 他是非常的支持 這我要跟大家報告 軍方對這個案子非常的支持 但是因為他受到他自己這個銀改基金 財務的這個這個控管的需要 所以對他來講他還要在這個斟酌 那我們府裡面我們回去有報告這個事情 那原則上府裡面也希望跟他們共同的來合作 所以剛才大家看到我們那個南區這一塊 大家也非常贊成我們第一起來施工 大家也非常的贊成 那其實這裡面也有國產署的土地 也有軍方的土地 那我們跟他商量就是說我們 因為這邊環保局有來開單 說那個有民眾丟垃圾 有環境污染的問題 那我們跟他講說那是不是我們先來合作整理一下 做一下水土保持的整理環境 那軍方跟這個國產局他們都同意 所以我們就第一起這個土地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說可以來進行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取得大家的共識 所以我們這明年編了500萬就會來推動這一塊 那至於剛才我講那個比較大的面積就是 受到銀改基金的這個影響 所以市政府還跟軍方他要再來做一個協調 那希望說我們也希望說 如同剛才劉老師講的有一個圓滿的這個結果 來跟大家報告 那希望是大家這個給我們一點時間來爭取 來來來來處理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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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處長 那我就回答剛剛理事長幫忙 跟大家問問看理事長說那個 回轉道的問題 雖然這個也不是大地工作可以做 但是假如今天大家裡面都有這個集體的聲音跟意見 我們也可以把它放在建議的欄裡面跟大家做報告 那跟大家 跟我們局裡面還有跟我們的市政府來做討論 這就是公車 這裡有雙線 雙車道 在這邊 這裡是我們詠春高中的有一個側門 側門的地方 所以那裡有個坡度 那所以這個地方要做回轉道當然會要知道那個回轉半徑多大 但是要這樣過來回出去 這是大顆車走的動線 好 好 那就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有 蛤 你沒意見 好 來這位先生 我比較有疑問的是說 既然我們的人是往北方 你南邊盡量在減少人的狀況之下 為什麼要把車流引進來 引進來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沒有必要引進來 為什麼要做這個回轉道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事實上 我一件事情 我剛才一直想問一個 剛才一直問一個問題 我們南側的人 基本上那邊有個大樓 有一個公寓 但在旁邊有一個公寓 事實上這邊的人口 真的是周邊比較多人口的一個區帶 那我們現在要做 人跟生態之間做一個隔離 我們的厚度確實不夠的 就是說我們把我們所有的生態的環境 是往南移的狀況之下 是直接讓人跟生態去做干擾的 然後我們剛才的主持人又說 我們希望 因為那邊有高燈 我們希望把燈往下放 然後或者是說 盡量去管制燈 那我們人在那邊活動 晚上又在那邊活動 一些爬蟲類 一些蟲名鳥叫 然後一些蚊蟲 都往南邊去擠 這個對南邊的人民和居民 是不是適當 這個拜託你們考慮一下 簡單說 南區應該有一個足夠的厚度 來阻絕生態跟人的干擾 不應該把所有生態都往南邊放 造成南邊的人跟生態直接的衝突 這個是我必須要說的 那再者是說 其實假如說大客車的話 大客車 原則上因為大客車要進來 要嘛從這裡進來 到我們的大門 或是下車從這邊進來 那原則上人應該從這裡就下 因為這裡沒有人可以進的地方 那他剛剛里長建議的是空車回車 就是說 也因為大客車在這邊就沒辦法回轉 他就必須要開一圈 然後經過這條路 然後回來 就繞一大圈 人是有本事的啊 人應該在上面 車子在上面應該就要清掉 但是這裡就沒有這車子的回車的空間 對 你的服務導覽區那個地方 應該就有空間 車輛的回車空間 對 當然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要把我們的整個 整個 這個導覽車裡這裡的空間 要讓進來 要區內回轉出去 這是 這就另外一個思考 那車人丟上這邊走 但這樣的是 目的性到我們室地裡面來的 那假如說 一般像送小朋友到永春高中的 他就還是要按照 這個原來的路徑 繞出去 這是這種狀況 這是 剛剛回轉的概念 我們要解釋一下 我們所謂的藍邊 藍邊的生態區 其實不是在這邊 這邊 雖然我們這邊也算是管制區內 但是 其實生態護衛區 應該是從這邊下來的 比較大的區域 這邊 那這邊的厚度 基本上都是 等於是潛水 這個是坡地形的 所以這裡原來的生物性的 面向就是 保持它 你看一下你的體驗什麼 就是這張 另外一張 你把他的 真態的管制區 跟 那個 動線那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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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我講的那一張 這張 對 你的管制區 基本上是往前的 也就是說 你這邊管制區 你看一下 你的最南間 跟人的擔擾是最大的 對 就這一塊 跟人的擔擾是最大的 但是這張 這張我剛剛說 不是反映的剛剛說的 這一區是 雖然是管制區 但是這裡不是我們的負育區 那他的 德絕後續是不夠 你看一下 你的最南部的管制區 跟造物是最近 這個 對 好 因為這裡因為高度的問題 這裡因為 這裡假如說 我們再往外 因為這是落差很大的地方 這裡 這裡假如要附土的話 大概是已經吃到一半了 可以用麥克風嗎 可以用麥克風嗎 抱歉喔 你的管制區 如果再往北一 一個幾十公尺 會怎麼樣 可行嗎 就是不要讓自己這麼薄 對對對 好 我們會評估一下 我們會來研究 讓這裡的厚度跟這裡 也差不多 有一個這樣的厚度出來 OK 好 這個水的燈 來看平面圖 這個水的高層 我們當然是在做適當的調整 這個地方 你覺得有缺口嗎 好 這個我們來注意一下 這裡的狀況 OK 好 好 還有沒有 那個 剛剛對於這個回車到 或什麼 我們的 我覺得 是 這一邊 到限制大車 限制大車進來 對 這個全部 好 我懂 基本上這裡大車大概也是進不來 所以 這邊 公車以外 公車以外 就不要再有遊覽車 好 好 我回去處理面討論一下 假如從這裡回車的機會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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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討論 來 那位小姐 很多人在運動 這樣不好了 哪裡 從回轉這裡 從這橋過來 這裡喔 還是這裡 你不是要掉橋過來嗎 還回轉過來嗎 沒有 現在就 就是 不鼓勵從這邊進來 沒有 這裡的運動是 現在看起來都在人營道上面 我們的營道動還是保留 可以運動的空間 甚至未來可以竄起來 變成是 環 環繞我們的整個勢力 可以有一圈 可以上步的地方 對 就不會影響現在運動的狀況 不是 要從那邊 那邊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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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那個是 我剛剛說的這個回轉 這個車子的走 走法是 一般的 送小學生的車子 那 剛要回 假如說要回轉 是在這裡回轉 在這邊 在詠春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是 松山高的 那你不會也做好了 對對對 松山高的 這邊就回了 這個當初我也有建議學校 學校那個大門 我本來是建議 做那個 結益戰 過了學校 也是很贊同 我就這樣做 那在結議局 有意見 所以我們沒有做結益在那邊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我本來是講 這個 學校內收 在那地方 做個回轉道 這樣的話 就有幫 對有幫助了 學校好像不答應贊同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覺得 在這個地方 比較恰當 因為你有這麼大一個湖地 一定會有 別的車子會進來 你不可能說是 有一個警察在那邊 站桿 或放一個哨子在那邊 或一個 或弄個標誌在那邊 我相信 沒有一個人這麼聽話 所以我還是覺得 大家這邊有個共識 還是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回轉道 比較適當 因為你這個 有這麼大一個湖地 你不借我做回轉道 以後問題會很多 這個問題的話 這一打結的話 整條那個湖地切 一直到中間 都打結了 當初我如果沒有設立這樣的話 根本就一塌糊足了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 各位大家 能夠少來考量一下 謝謝 原則上好像是有需要回轉 只是我們來 跟我們交通單位 跟警管單位來研究一下 是在這裡 或是說 在這裡當然要吃掉的土地 或吃掉路 那看看回轉 是不是要吃掉我們 濕地的一部分 這是要偏固的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 也是要吃掉我們 濕地的這一塊 內部的一些空間 才能夠有回轉的機會 這個也是 要用動線來試試看 這個我們提出來 跟我們處理院在做研究 還有跟交通單位 應該他們比較專業 那做回轉的事情 我們先把它建議起來 好 還有沒有 鄉親 有一些 就是那個花架 必須要符合中型巴士 高度 對高度 一定要符合中型巴士 因為 而後 我們這裡有個 那個中型巴士轉應站 我就準備我們這個 如果車子去年的話 可以在我們這個 整個那個 那個的湖段裡面 轉移線出去 像到美德斯蒂這邊的話 如果搭了中型巴士 就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花架 這個高度一定要 適合中型巴士 對高度我們會注意 好 謝謝理事長 好 我有一個建議 就是 剛剛有說有一個地方 是兩層樓的地方 可以觀察那個 對 對 那我是想說 那個地方就變成是一個高點 是 它是高點 那有沒有可能 那附近是有樹的 把它蓋起來 不要一看就是一個房子 嗯 就是說 它有樹把它遮起來 嗯 看起來 不是一個建築物 而是 在一個 一個棲地 對 是它上面有樹啊 這樣 遮住 對 不會看到一個整個建築物 這樣是建築物 對 OK 或者說 可以用樹 做 做怎麼樣 遮蓋 或者在上面 做 上面做 屋頂花園 好 嗯 弄起來 或者說 人可以站到上面 更高 嗯 裡面裝 裡面裝了很多孔隙度的 廢棄的 那個 水泥磚塊 那裡面就會有土壤 所以以後 我們希望它是整個綠都爬上去的 所以未來其實會像一個樹堡一樣 那旁邊當然也有很多樹 像這些都是它的樹 所以這張是往高空 往下看 才會還看到我們建築物 這樣你 經過兩三年以後 從旁邊看幾乎已經 大概看不到這個房子的結構 會看到很多棋地 那至於剛說屋頂能不能上去 屋頂上去又要做樓梯 那就會有一些建築物的 這樣的一個神情的問題 不是 你可以做 做回廊一樣把它上去嗎 回廊就是要樓梯啊 就是要有樓梯 但這建築物因為它是 軍方留下來的 所以我們希望也不要太多 這個上去干擾 其實看到的是更 就是樹冠 已經是樹冠成了 其實看到最好的高度 是永春高中 往下看全部都看得到 所以我們希望說以後 高中可以這麼做結合 我只是說你看 現在這樣看起來就是 光附突的一個水滴地 那如果上面做成五里花園 那人可以站在那上面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一個綠的 好,我們馬上記下來 跟處理人再討論看看 對,而且可以看得更高一點 多一層樓的高度 可以看到樹冠上 你的樹 生態 那些裡面 OK 好 還有沒有我們的朋友 有一件 對於這裡 就是我們剛剛 平面圖好了 我們的整個儀堂 恢復到原來我們很生態的狀況 然後跟人的關係是比較平衡的 除了剛剛這裡要把它補一個厚度 其他有沒有什麼 跟想法 想法 沒有,我們要休息十分鐘好不好 我們外面有點心 然後我們會發給大家有豆貼 來豆貼的樣子給我看一下 讓我們的相信也知道 來解釋一下 外面有四個板 一個大板是我們的整個平面圖 所以你假如在平面圖上 像剛剛里長說 這裡要有個迴轉道 你就用這個紙 寫上去迴轉道 就貼在你要的地方 或是剛剛會先生說 這裡厚度不夠 你就幫我寫一張紙 貼在那個位置 說這裡要增加它的厚度 讓漆地再可以緩衝帶多一點 那這個有三個綠色的豆貼 我們有三個題目 每個題目都有兩到三個答案 你喜歡哪個答案 你就把這個撕下來 貼在那裡 這樣的話 我們就知道說 大家的意見可以收集起來 比較輕鬆地把意見寫出來 也輕鬆地吃一下我們的熱茶跟點心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然後再回來 看大家還有沒有想一想 看圖的意見 我們再繼續討論 謝謝大家 我們休息十分鐘